嘴巴張好大,一百分,放一邊了,不習慣 沒關係啦,好不好 他的舌頭很硬 不舒服 感覺上好像又回到主 第一次上吞咽附近的情況 那時候他的情況更嚴重,他的舌頭是掉出來的 現在沒有,至少 他的舌頭其實是難動的,只是比較移動的範圍比較小 而且都好像比較大 好,好了好了,奶奶可以了 用力吞哦,咕嚕一下 咕嚕,吞口水 以前他的口水還比較多 現在也是多了,因為前一陣子已經好很多了 現在好像又開始了 奶奶吞哦,咕嚕 咕嚕一下哦 老師有時候給他胃進去以後,他就含著嘴巴裡面不動 那時候該怎麼辦呢 那時候其實我的話建議會把東西拿出來 不要讓他含在嘴巴裡 因為代表他沒有感覺 然後他不想要吞 他沒有感覺,所以他沒有辦法吞 那你一直留在那邊,他可能會 可能他之後會很自然就吞下去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他就不吞就含在那邊 然後不小心可能頭一養 然後食物就滑到後面去 對,所以我的建議會把食物拿出來會比較好一點 那拿出來以後就不能再餵了 可是我有時候就把他按耳朵後面有一個穴道 一按他嘴巴,他痛,嘴巴就會打開 可是那個時候,對啦,他嘴巴是打開的 可是你也不知道他食物是不是掉到後面去了 還是他吞下去了 這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且透著的話就很危險 食物掉下去就很危險 所以不應該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食物就讓他出來了 就不要再讓他放在裡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 沒耐吞 餵下去,然後他嘴巴不打開 一直放在那就不要再 就設法把它挖出來 就今天就結束了的意思嗎 對,我是這麼覺得啦 因為我們的話可能 像我們試的話我們還會試試看別的方法 可是因為有一些手法什麼的 你們可能還沒有辦法掌握得太明顯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建議在家裡 就是不要做太多的嘗試 對啊,那之後如果說 發現他其實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會再告訴你說 其實怎麼樣的餵法 他真的就是可以 那你可以再試第二次看看 可是目前就是先 先以安全為期見 奶奶,沒有吞喔 我這個冰棒應該是酸的 我有下檸檬汁 有點酸酸的齁 你愛不愛吃酸 應該不太胺 你比較愛吃點 為什麼 曾經有疑 就是兩個多月前 你餵他的時候 他嘴巴都張得很開 很大 很容易餵 嗯 很好 其實我們曾經有經過那個很容易餵的情況 嗯 那可是慢慢慢慢 怎麼搞得越來越難餵這樣 可能是他感覺的部分有下降 下降的傾向 他 也有可能是他口腔比較 就是變得比較敏感啊 或什麼的 奶奶我沒有碰到後面耶 你的表情那麼痛 奶奶用力吞 用力吞口水 欸很好,舌頭動一動 這樣他舌頭不太動 那就比較 要吞就更吞 對啊 我就感覺上好像回到一開始 嗯 那個 那個 一開始吞腱腱腱 那個 那個 最初始的情況 那現在狀態 我覺得 跟他一開始的狀態 差不多 嘿嘿 超水 好不好 他現在至少 他的表情是比較 嗯 感覺上清醒一點的 一開始 好像還 對 很木 很木 現在的至少他的 臉部的那個 好像還比較近一點 奶奶有啦 我們還是有進步啦 對不對 對 感覺上是比以前 可是最近不太愛吃東西而已 是不是 我拿個衛生紙 好 奶奶 口水擦一下好不好 好 嗯 你的嘴巴都比較沒有在動呢 對不對 嗯 平常會幫他刷牙嗎 嗯 我吃完 喂完東西 我都會給他清嘴巴 嗯 嗯 好啊 那平常可以用牙刷幫他把舌頭壓一壓 嗯 因為他的舌頭通常都是供起來的 嗯 那這樣其實是沒有辦法吃東西的 如果他一直是這樣 嗯 那是沒辦法吃東西的 嗯 因為食物就是在前面了 就不會到後面去 嗯 那更不用說要往後面吞 吞的話食物要送到舌頭的後面 嗯 那如果都是供起來都在這邊 是沒有辦法吞進去的 所以我們要牙刷要進去壓他 所以就是讓他的感覺可以 就是讓他的感覺比較敏銳 他現在的感覺比較不敏銳了 所以才會就是吃 可能是水果 就是吃一些比較冰的東西 他會 他會有一點吞咽的反射 那吃其他的他可能就比較沒有 因為他的感覺的部分比較下降 啊 開一點喔 嘿 嘿 你的巴掌開 很好 再開一點 好啦 用力吞 用力吞 不露一下 用力吞 這邊 這邊用力 奶奶你停住了 沒有休息喔 還沒休息 啊 嘿 舌頭後面 你不舒服是不是 應該還好 我只是棉花棒 我不是拿大磚頭 我不是拿大磚頭 你看他的舌頭就比較敏感 對 會逃啊 然後會很想要把它咬斷 奶奶 會逃是好還是不好 我聽不懂你說的 會逃的話是好還是不好 對對 應該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其實一般來說不會逃那麼激烈 對 所以就是有一點 就不能說不好啦 因為代表他其實還是有一些感情 可是你說好倒是也沒有 就是可能他食物進來 他會想把它頂出去 對 那你說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嗯 我會覺得這樣是 對吞咽的幫助很小 嗯 所以我們有改變他的反射嗎 就是讓他 讓他的 對阿 讓他的反射 就是 他想要去 就是讓他小一點 因為他現在可能已經對 就是食物進去他會很敏感 那就是可以給他一些像是 嗯 像是那種海綿棒 如果我給他一些 譬如說巧克力糖 讓他含在嘴巴裡面 這樣子OK還是不OK 嗯 奶奶有糖尿病嗎 沒有啊 沒有 巧克力糖 嗯 因為曾經有說過給他胖棒糖 可是我從來都沒有嘗試過 放放糖會比較好 因為放放糖會比較好 因為放放糖抽得出來 嗯 巧克力糖的話 欸 欸 我不知道算是好還是不好 可是我沒有聽過這樣的 嗯 試法 因為他喜歡吃巧克力糖 喔 真的 奶奶 我們下次來吃巧克力好不好 奶奶好不好 下次我帶一顆巧克力 下次帶一顆 下次帶來 讓他好啦 尝你味道嘛 好不好 老師不吃東西有這個辦法 心情就不太好對不對 而且聽說吃巧克力糖 會心情好一點 嘿嘿 對啊 老婆喊